长了六斤冬 这个太恐怖了 你刚开始还以为 还以为只长了三斤 你说凤斤秤啊 也就是六斤 哈喽大家好 好久了 没有两个人在一起运动 我回去死了 也差不多有十天了 我怕我回去这几天了 我又要长回了 哈哈哈哈 我就没得多练 你又不去做 你来到三斤去做事呢 我去帮背一点红薯 回来 来来来 做一点点 回去有滴滴棉的 我拿你们去不了 嘿嘿嘿 减肥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还有这样子 其实也可能不稳过 十五点 但是没有那么痛苦 像我们俩开始减肥的方式的话 却也没有想象同种呢 哎 这么多天没有上餐 我先摆一下 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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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重啊 五十九点 怕零 我回去十天了 大概长得多重 七十五点 七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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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天 长了六斤 这个太恐怖了 你刚开始还以为 哎 还以为只长了三斤 你说 还好还好三斤 我还以为是三斤 三斤 六斤 天啊 十天长六斤 剪的特别难不 真的难熬啊 这个段时间 这么容易长 还得了啊 我觉得我们 剪的话 要换一个方案来的 这种方案 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回去了十年而已 长这么多 你自己回忆一下 你回去的时候吃的是什么 你吃的有没有满足 有没有觉得满足 还有 还有没有像在家里面 有肚子饿的感觉没有 对啊 没有的话 那就是吃多了 他本来是每一餐前都要有一点 呃 饥饿感 你回去估计没有饥饿感 哎 一天里也吃了三餐 自成的长肉 只能长得快了 好加油 我剪下去 你弄蛋白 两克都够 你也吃一点吗 我不吃 你不吃不要拿那么多 我来了两克都够了 可以了 可以了 等一下我要把它 嗯 千万不然我拿那个蛋白出来 放点油 放点油 把这个鸡蛋煎一下 这个蛋白还有蛋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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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う 好 好 可以来把它煎出来 备用 把这个青菜 放一下 可以了 倒出来了 吃早餐了 我今天拿一个 一碗大白菜 还有鸡蛋 今天我就吃蛋 吃饺子 这个算炒饭的 然后加这个饺子 很高的饺子 还素饺子 我不敢吃 长这么多 我今天煎一天清炭食 这个叫清炭食 可以 今天晚上我去买点生菜 有点吃 嗯 我心里晚上也吃 其实 我只想慢点掉而已 慢点掉它可能 嗯 那个肉 不会 松一点 没有那么 那个肉 紧一点 嗯 要起房子了 你看 这里 这里 搞的 你在那里干嘛 过来呀 你在找什么 我告诉你一个东西 你跑到楼六楼就有了 好多了 都飞了 好多了吧 谢谢观看